投資人這兩天應該很開心了 昨天外資回頭大幅買超台股 加上美股大漲激勵 台股多頭氣焰高漲 今天成功佔回了月線 指數是一路推升 盤中漲勢超過了白點 分析師就認為呢 在電子全值股和高價股領頭反攻之下 台股渴望醞釀回補 10月13號的空方缺口 那麼台北股市呢 受到了美股的激勵之下 今天一樣是順勢做一個電高開高 那今天成交量的一個部分呢 也做一個擴亮的動作 那其中呢 像這個外資的動向會是一個 整個指數上面的一個灌盤的重點 那尤其呢 在近期金融類股的部分裡頭 它開始成交比重的一個放大 那麼8501點 如果短線上的這個主體 出現一個初步的一個落底的一個機會 那麼今天指數又順勢的 去挑戰了這個 10月13號的一個空方缺口 那麼壓力的一個情況 我們認為短多的一個持續 還是會持續的一個做一個進行 今天盤面上由電子股和高價股領軍 聯電 仁寶 華碩和股王大力光等全支股表現都很強勢 股後航為一顆小漲 不過盤中股價創下了歷史新高 此外兩大太陽能場 綠能和茂迪攜手擴大合作 兩公司股價今天是聯媚走陽 綠能漲幅一度超過了6% 另外國際油價只跌回升 華航 長榮航等航空股市表現的相對弱勢 而使然風波利空鈍化 今天視頻類股由南橋帶頭反攻